总标头 总标头 你现在躺在这儿啊 我知道了 那合着我今天折腾的一天 全白折腾了 起来起来 起来 总标头 起来 总标头 来来来 起来 你是不是不愿意我叫你总标头啊 那你就跟我说呀 你不说我咋知道啊 在这儿坐着吧 肖武奎 你有完没完啦 我告诉你 你以为我乐意叫你总标头吗 我还不叫了呢 你不不想活了吗 我就让你活过来 我告诉你肖武奎 我一定让你活过来 你不理我是吧 我没那么轻易放过你 我就一直说话一直说话 让你理我为止 小的时候啊 我特别不喜欢穿衣服 我就光着屁股在前边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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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奶奶在后面就追 雷儿啊 你别跑了 你这着凉不要紧啊 你以后嫁不出去了 好玩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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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 摔死我了 又腥又痛的 队长 你干嘛要搞这么费事 铺这么多柴 还搞个鸡肝挂在这 碎死我了 有 有一个成语叫卧心肠胆 你听说过吗 故事是这样 讲的是岳王高建 当年是亡了国了 亡了国怎么不甘心呢 在地上铺满了柴火上面挂一苦胆 每天晚上睡觉前 躺着柴火上舔下的苦胆 为什么 就为了报仇血恨 我今天 我无处都我也招摇 我是卧着心 我尝着 我尝着肝 为什么 为了就无疑是报仇血恨 我现在又深处大恨哪 你知道为什么 没王法了 一个卖茶叶蛋的 他都敢笑话我 因为什么呀 二子你想过吗 就因为那个雷儿 你说那雷儿 你说他 你说他哪天让我好够 他处处与我作对 我跟他碰上面去 我再回不倒霉呀 我我我卧心肠肛 卧心肠肛 我我就是为了 我报仇 那那 队长 您您先来尝尝 这肝怎么样 我尝尝 不用尝了 太腥了这个 那那 您再试试这柴火 看怎么样 我试试啊 这也太疼了 疙瘩 看来这个卧心肠肝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家说说得鬼陈一句 你他妈哪也真心了 真他妈的自嘲苦吃 你还笑 你笑什么 没没什么呀 笑话我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有的 真好开心的哦 心里在笑话我吧 很会笑啊 真好开心的是不是这儿子 我 我 笑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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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着您了 您没事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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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混蛋子玩人家人打我 我不是游戴大姨 我真的不是游戴 我真的不是游戴 拿什么打的来这儿啊 我没打的那个 二伯金 他就是拿这个打的你 哦 好好好 这个东西啊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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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伯金 你每次打的都是我 你打他呀 二伯金 你给我站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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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我打 哎呦 二伯金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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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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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什么呀 报告二伯金 这是鸡肝 上好新鲜的 土鸡鸡肝 可跪着呢 姐 可是后来 我的大利息反而 让人人都烦 好奇怪哦 我这个是不是跟你说过了 人呢 嗨 我在跟你说话 你居然跑到这里 你不听我说话是不是 啊 好 你不说话是吧 你不说话是吧 我让你不说话 我让你不说话 你还不说话是吗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这样我都能放过你 我要说到 只要你开口说话为止 你不说话 你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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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好多少 你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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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一切 然后我再去开口 我没验死你 吃饭了 你还不说话是不是 你还不说话 二姨 打 狗往死里打 这个臭手玩意儿啊 打死了做靴子 都不结我的气 哎呦疼死你 轻点啊 别打那么恨啊 你还打那么恨 二伯亲 残看算了 再打下去就不用摩心长挡了 连半条命都不剩了 对啊 好 二子够仗义 楚子 哎 二子 换你打他 你还敢不敢求情了 二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得听我二姨的 来 您 您轻点 来 我您放心 好 对对对 您 您手下留情 您轻点 把脸撞过去 没问题 一定会轻一点的 您轻点 您轻点 我得看我 别看我 别看我 不 我的 我都看我 三个好父亲 二姨的 你也别闹了啊 我给您说啊 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十两重的一大金镯子 现在这金子多贵啊 就这金镯子最少值一百仙大洋的 赶紧给本夫妻弄点好茶 弄点好药去呀 二子 赶紧赶紧 起库好茶给我二姨拿来快 快点的 我疼啊 快吃 你能快吃 拿来 二姨 这个 这是杵子少年的人 我可真够倒霉的 就剩这么点家当了 我还得假装休息 楚子 你看阿姨这记性 振强 对对对 我叫我振强 我都忘了 二姨跟你说 你这卧欣尝什么胆子呢 都屁用 要想出人头地 你就得赶紧把哥哥取进门来 你这样呢 大家才能瞧得起你 知道吗 二姨您说的这个我不是不懂 问题是我现在属于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就这个雷儿就把我折腾成这样了 你说 那哥哥他能看得上我吗 哥哥他看不起你 他总要给你二姨点薄面吧 来 二姨教你 有的女人在这种时候 那就得拼命买东西 吃东西 才能消除她心里面难受劲 哥哥就是这种女人呢 哥哥 您说您这是何苦呢 奴才知道您是因为肖五魁弄得心里难受 可是 您也没必要这样折腾奴才呀 不是 这样折腾您自己呀 什么时候 人到你这个奴才来教训我了 奴才不敢 好好好 哥哥 这么巧 我在这都能碰得到 看来您二位还真有缘分哪 是吧 柳依 我们走 干吗这么着急 俗话说得好相请不如偶遇 既然我们在这碰到了 那边有个饭馆推得到新菜 不如我做东 请哥哥你过去尝尝鲜好不好 好 本哥哥视你如粪土 有人会和粪土一起吃饭吗 不 哥哥 东西给我 不给 给我 柳依 走 东西真的不要了 哥哥 东队长呀这 这东西 你呢 我一会儿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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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神奇 神奇 他是不是在装疯啊 奎儿 叫我奎儿 你愣在那干什么 快点练功啊 他在耍什么把戏啊 你看一叫你练功 你就动都不肯动 来 刺过来 刺你 我要是这样一枪刺死他 算是为爹报仇了吗 不行不行 我还没问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仇人 难道有这样的机会 再来 我就知道我不逼你 你就不肯好好练功啊 难道他知道我要刺杀他 过一条这个时机试探 他一直都在装疯 在糊弄我 快 好 我了 奎儿 你的功夫 真的还是不行啊 要好好练哪 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 我去吃汤团了 我去吃汤团了 这个臭可不好包啊 这个臭可不好包啊 你 好了 她还说什么没有 她让我给她做些宫廷点心 宫廷点心 她要这个干什么 你怎么了 没吃福瘦完难受了吧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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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福瘦完 简单 说说看 我把你带到新义标局 是要做什么 找包和 和玉 说得对极了 如今标局 没有人有闲工夫碍事 正是要找出 饱和和玉的大好时机 一定要敢在雷儿带萧奎回来之前找到 只要有了饱和和玉 那林公公自然会来找我 你姐姐 拿命换来的叶光碧 也会再次落在我的手里 小猴子 就算看在你姐的份上 为了不让她白死 你也要帮我 把宝和和玉找出来 是不是 你这个坏蛋 就是你害死了姐姐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我不能再受她的控制了 怎么 有骨气了 连福寿完 你能不吃了吗 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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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吃吗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吃的来了 你看里面有鸡蛋卷 下面还有杀鸡马 豌豆黄 尝不尝 想不想吃 你说话 你说话就给你吃 你怎么就是不愿意开口说话呀 你不想吃吗 我记得以前格格给你的典型就是这些呀 怎么现在你不想吃了 你干嘛 你干嘛 怪我 她那么恨格格 我还提这事 真笨 真笨 雷儿 你不要再这样费心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再也活不过来了 来 少爷 来来来 请坐 你看 这是你交给我的咖啡 还有孙明志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其实啊 像你之前什么成亲啊 被荣贝勒打倒啊 老爷生病啊 那些全部都是一场梦 现在梦醒了 你看 跟之前不是还是一样的吗 那些不好的事情 已经全部没有了 你还是山海镇 最风光的少年英雄 雷儿 别这样救我 这里就是镖局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放音乐给你听 这是无趣 他真的信了 这是无趣 告诉他 天啊 再放我就死定了 天啊 这瓶满青十大酷刑还要严重 不要逼我出最后一招狠招 那就是 吓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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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么大条狗 谁都会吓到 不愧 这下你非开口求我不可了吧 好 这进去怎么没有动静 会不会狗把五回给咬伤了 雷儿 会不会被狗咬伤了 这什么怪天机啊 老是打雷 你有点反应行吗 为什么你还在伤心啊 该伤心的人应该是我 我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彪师 我吃了那么多苦 我终于当成彪师了 可是 可是彪局去垮了 但是我没有放弃希望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可你呢 你是不是偏偏在跟我作对啊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可你却把我当成你的妹妹 好 我认了 我想当彪师 可是你呢 你却这样痴痴呆呆的 让彪局跟你一样垮了下去 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为什么我要不停地关心你 而你却在这儿装疯卖傻呢 我告诉你 你已经死了 你的心已经死了 你已经不算是活人了 雷儿 哀莫大于心死 你不懂 我活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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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刚才 好像被雷打中了 我刚才 被雷打中了 我刚才 雷儿 我真的被雷打中了 我试试啊 小心 雷儿 雷儿 你看哪 我现在有力量了 你看到了没有 快 你再试试 再试试 好 我再试一下 嗯 无愧 算了吧 遐想也是 我是从娘摊里被劈出来的 你是在娘摊里被吓出来的 就算再爱几个雷 咱俩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俩真的不一样 无愧 你刚才开口说话了 你刚才开口说话了 开口了又怎么样 你说的没错 这样绝对不行 我打算懂一下 也许贝雷一批 就能变成你这样了 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羡慕你比我聪明 我羡慕你知道的事情很多 我羡慕你 一遇到事情 就知道该怎么办 我羡慕你 你一生下来 就能当标诗 可是我 虽然有一身大力气 还总是闯祸 我有这么多 值得羡慕的吗 我从来不觉得 你呀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的眼睛总是去看别人 那你自己的优点 永远都不知道 就算给了你一身大力气 遇到事情以后 你还是会逃避的 可我要当的 终究是一个标诗 没有武功 没有力气 看来我这辈子 只能注定 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我这到底是治好他了呀 还是没治好他呀 我这都倒霉 小猴子 蔡师傅 奇怪 去哪儿了 有饼 是什么 啊 粉面馒头 再拿一个 嗯 够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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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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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行 你是不是又犯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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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小猴子 没事吧 你等着 我去找蔡师傅啊 不要去找他 啊 为啥呀 你的药物不是在他那儿了吗 不要 真的求求你 不管带我去哪儿都行 千万别帮我交给他 啊啊 小猴子 这 快快快 好 那我带你走 走 走 连人你 这不是胡闹吗 我根本治不了他 你怎么不行啊 你忘了上次 皈依肚子疼 你不就这样给治好的吗 不愧 你要相信你自己 哎 那次是闹着玩的 我真的不行 你看 他脸色越来越白了 快点 去请个大夫啊 可是现在带他回去 也来不及了呀 不愧 你要是现在 还是委委缩缩 不肯治的话 如果小猴子有什么 三长两短 那他就是你害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左标头 你放心治吧 真要是有什么事 我也不会怨你的 总得让别人用药 抗治好 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想治也治不好啊 也就是说 如果东西都淡了的话 你就肯治了 要是那套金针在 我可以试一试针灸 金针 有 我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带过来了 你是故意这么做的 哎呀 先别管那么多了 赶紧治吧 怎么样 这不像是病 小猴子 你刚才说 有人用药控着你 我义父一直给我吃福寿丸的 福寿丸 啥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只要一天不吃 就会难受到要死 好像采刀风 一直在用福寿丸 控制小猴子 吃了之后 小猴子就会上瘾 哎 小猴子 别说了赶紧治吧 哦 还能治好吗 我也没治过这个 现在只能试试看了 老天保佑 这是最后一针了 希望这一针 能把小猴子给救活 这最后一针可是关键 这最后一针可是关键 我下不了手 武魁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如果你再不扎下去的话 小猴子一定会死的 可是如果你扎下去 也许小猴子还能活过来 他都已经把自己交给你了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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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走 顾辉 你不要跟过来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最后一针已经扎下去了 我能够救活他吗 我真的能够救活他吗 五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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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猴子醒了 你把他给救活了 你说小猴子醒了 我真的救活了小猴子 我真的把他救活了 我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雷儿 这真是太好了 乌龟 小猴子活了 你不是没用的人 老天爷 谢谢你 我以后再也不会骂你了 雷儿 雷儿 真的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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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老天爷 老天爷 老海 老天爷 你不倒不俺 老天爷 老天爷 小猴子 让我用武器重新开始 我觉得今天晚上 是我新的生命 也希望是你和我在一起的 同一个新生命 你愿意和我一起庆祝 我愿意 我这一辈子 都愿意和你一起过我们的新生活 雷儿 对我来说 你真的是一位好代理 大夫 我不会针灸啊 光我一直自负聪明过人 结果呢 还是要你这个小傻瓜来点爆我 雷儿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用有这样的智慧 真的可以说是大智若鱼 什么叫做大智若鱼啊 这就是说 一个表面上很笨的人 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 那你这次到底是夸我聪明 还是说我笨呀 站住 站住 你别跑 那你说 说清楚 自己说 不告诉你 站住 被你抓住了 我奖励你 来 好吃吗 好吃吗 星空 好多星星啊 好美啊 你叔叔有多少颗 你看哪颗最亮 那我送小猴子回去了 顺便再拿点吃的回来 那个蔡刀锋 你要留意一下 你当我傻呀 蔡刀锋要真的是坏人 我怎么可能把小猴子交给他呢 我们先走了 等等 我爹和桂姨那边 你先不要提我 我看 等我想清楚再说吧 行 不过 你现在又能跑又能跳 你会不会趁机逃跑了 你还怕我跑啊 我现在能去哪儿 就想留在这里 好好想想以后的事情 真的 你不屑 那我们拉钩 拉钩 拉钩 一百年 不许变 不许变 好 你现在放心了吧 记住 我不会离开你 好了 快走吧 早些早回 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反而担心会失去你 怎么啦 小猴子死活不肯回去 他说除非你跟着我们一起回去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我也不想回去 这样的话 就能跟你在一块了 奇怪 我不回去 他那么高兴什么了 世上最好的人 就是 孙女 世上最好的东西 那就是 酒啊 奶奶 别藏了别藏了 我看见你那个酒壶了 来来 我是掺水了 我掺了挺多水的 你再骗我 握手 原来奶奶你喜欢喝酒啊 改天有空 我陪你好好的喝一次 那感情好啊 总彪头 你是总彪头 奶奶以后不要再叫我总彪头了 我倒是觉得 我倒是觉得 叫我舞魁自在一点 不管总彪头还是舞魁啊呀 只要人没事比什么都强啊 这小孩是谁啊 奶奶我叫小猴子 是信彪局的小厨子 好机灵的小孩啊 奶奶 这个孩子你能不能收留一下 记住 千万别让他出门 也别让人知道他在这儿 为什么呀 是这样的 有人要害他 所以要找个稳妥的地方比较安全 谁这么坏 会害这么可爱的孩子 小猴子 以后就跟奶奶一起住了啊 其中奶挺好的 就是没事啊 还瞪眼睛骂我 有事没事 爱捉弄我 还老嘲笑是小土鸡 想要的好吃的呢 雷儿姐姐 你的话我不信 一看奶奶 就是最好最疼人的奶奶 一定是你不乖 还没进屋呢 就开始出卖我了你 这小猴子最识货了 走 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 真乖 无愧啊 你们待着 俺给你们做饭去啊 不 就给你吃 不给你吃 为什么 谁让你说俺坏话呢 咱做好吃的 馋死你 走 乌乖 坐吧 在这儿 你这不用了我来吧 可以 可以 一会你回标局之后 先别把我的下落 告诉我爹 还有跪意知道吗 哦 菜刀锋还挺 挺机灵啊 差点被他发 发现了 少爷 给 还是鬼儿孝顺哪 都这么多天了 怎么他这么一会病 还是一点起司都没有啊 这个给你 大小你就很能吃的 不行不行 再这样下去 那不是要当他一辈子的儿子吗 其实 有这么个爹也挺好的 不对不对 能怎么跟他一起疯了 还是快点问清楚 抱了丑回山寨去 亏儿 你真觉得 汤团比稍微好吃啊 不 不管了 给 这 这 你 认识吗 是标局的嘛 怎么那么脏啊 还不是你 你弄吗 我 不 不 不是你 这 这个你总认识吧 狂风飞煞 我不拔 骑着马儿 我想前撞 金山银海 都不爱 我只爱你这个小儿郎 你 你 咋会知道 这个